相信不少人年輕時 都一定有看過一段富豪酒家的電視廣告 富豪酒家推出 阿翁名菜 而阿翁這個品牌 不知不覺都相伴了香港人26載 其後更是2018年與余心集團合作 開設了由雍揚剛先生主理的阿翁小館 除了繼續貫徹他對食材的極致追求之外 他對員工及客人的態度 更加可以說是這個品牌可以名揚四海的關鍵 其實我們這個阿翁小館當時開幕時 我們為了保證他做到我們那個水種 我就首次從人材入手 我就派了林偉用師傅 其實這個廚師就在富豪服務了20年 阿翁辦牌的產物他都做得到的 首先講雜子雞 選擇一些新界的農場雞 不可以太大隻 又不可以太小隻 兩斤半左右 首先我們要用一些淮鹽 用一些淮鹽出一個洞 醃它半個小時 然後用熱水淋一淋一塊皮 即是雞皮淋一淋一淋 然後上麥芽糖水 然後就風乾 風乾它 鸣了四五個小時 然後就浸熟它 浸熟之後 再用180度以上的油溫 淋到夠顏色 然後就可以拿去斬 除了炸子雞 蛋白蒸鮮蟹鹹也是亞勇名菜之一 蟹鹹也是找一些新鮮蟹 那兩隻蟹鹹都是新鮮拆出來的 首先蒸熟蟹就拆了蟹鹹 那些膏也是蟹膏 那些膏蟹膏 不是花蟹膏 那些蛋白就一比一倒 那上下就開湯來蒸熟蛋白 一口味鮮而滑漏 淡淡蟹肉 十分足了 最後林偉良總廚也都推介了 自己最喜歡拿來送飯的薑蔥煎雞 這一道菜也都可以體現到 亞勇紹館強調食材原味的原質 那好像我們煎雞一樣 就不要落油了 斬好的醃了雞 就先煎雞皮 先煎雞皮 讓它慢慢散油出來 煎到它脆脆的 還有雞肉熟 就倒起它 然後放些薑蔥 就像別人的白切雞 頂上薑蓉一樣 就拌勻它 就這樣吃下去 就沒有那麼多油 林偉良總廚 除了晉德翁山的真廚之外 更加在人品上獲得它的聖贈 還有住在林師的仁敗灰是好的 他是 彈力 人路人意 是很積極學習的 所以覺得這個廚師 可以勝任 這個亞勇士的總廚師 所以派過來 廚房內部有林總廚的幫手 而餐廳的樓面就是由經理雲牆負責 第一個方面就是餐廳經理 阿宏牆 他最開幕做到 這裏小宮衝賣 他就派過來做副經理 現在正義做餐廳經理 還有我們教他怎樣煮鮑魚 做亞翁炒飯 做燕窩 做亞翁蚂蚁 所有亞翁名菜都很熟悉 除了悉心挑選人手到亞翁紹館 當日翁先生更毫無價值地向食客問 覺得他們今天的出品如何 所以亞翁品牌的食材 上至鮑魚、下到菜心 都是翁先生親自監控的 其實要保持我們亞翁撐飯的質量 除了人脆才能夠出現 除了食材的類型 食材的質量 所以教會一定要用一些漂亮的食材 所以沒有隨便 比如說我們用一隻雞 炸製雞 一定要用本地生計的農場雞 要求規格兩根本一隻 太大又太多肉 太小又不夠肥 所以要嚴格 我們雞就隨便選擇 一定要嚴格 不可以就退貨 大陸也有生鮮雞 但因為它經過過關 經過重期横輸 雞在排隊的雞尾 有些血 所以雞煮到 炸出來 炸出來 中間雞尾 嘴裡有嚴格 嚴格 客人就不敢吃 所以我不愛大陸雞 希望炸製雞 雞肉的味道鬆化 就很好吃 難怪阿勇小館的炸製雞 肉質彈牙白亂 連一些暗色都沒有 鮑魚菜 我負責 最厲害的是 用日本鮑魚 來看看 沒有不同的鮑鮑 其他我們就 就算普通的鮑鮑 都一定要用到最好的 黃冠鮑鮑鮑 差不多是中央鮑鮑鮑 日本鮑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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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 這個是獨家向供應商入貨 首先鮑魚每隻鮑魚都有一個代理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牌子 所以跟供應商有一定沒有關係 不但它會退貨 而日本鮑魚其實在海嘯之後 價格是不斷上升 但是翁山仍然堅持使用 最美的日本吉品鮑和網鮑 還有20頭的吉品鮑 現在更是賣一隻少一隻 是品牌的獨家鮑魚 當日翁山更親自示範了 滾鮑魚的技巧 煮鮑魚要用鮑魚的原汁 不去多又不去少 鮑魚有鮑魚味的汁 然後慢慢滾 鮑魚叫滾鮑魚 所以鮑魚要滾到剛好 又不去焦 就會香一點 因為鮑魚汁會香一點 有些色色色 再用鮑魚汁 用鮑魚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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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功夫 難怪只一刀切下去 會黏著刀身 吃下去更像一口 煙韌爽淡的唐心蛋 現在的板牌出發是蜂蜂蜜 一批是廚房的 南無尼書會負責的 鮑魚是做豐盛版的 鮑魚是蒙燻的 吃要煮的時候 就要拿麵鮑魚凍煮 翁山強調煮鮑魚 一定要用沙煲 這樣受熱才均勻 坊間一般為了省時間 經常用貼鍋去處理 所以味道上永遠都會相差 加上這些沙煲製作的阿翁菜系 全部學會最少都要兩年時間 聽Kelvin說 當時他自己仍是部長的時候 翁山就會在下場時間教他怎樣炒飯 下場的時候 翁山在這裡教 不停地炒 不僅是沙鍋炒飯 還有其他沙鍋炒飯 不停地學 炒這個 炒一下 現在我教同事都在學 正在學習 他在一邊炒 這個手腕就會很痛 炒這個 比較耐性 和翁山說實在 毅力 要堅持 要不然半老理炒 就放棄了 雙半 雙半 翁山二十幾年的Kelvin 現在已經是阿翁小館的總經理 問杜翁山為何會在這麼多員工裡提攜Kelvin的時候 他就表示 人趣是很多 首先我們要選一些 做一些 我們要培養一生 要一個人工 但這個任務 要多容易 要幾個心 首先要有 有信心 第二 有恨心 第三 要忠心 首先 這個信心 他要 你一坐在這裡這麼貴 我住不可以 他沒有信心 你就沒有來了 但有恨心 沒有哭就不想哭了 現在差不多人工準備好 但收入中心 我學了他 跳鎖大家 就浪費了他的心 所以一定要 我們玩一個人工 首先要用一個人工 跟他聊天 翁山除了看重這三個心之外 自己日常生活 亦都親力親為 更加重情重義 所以才留得住人才 我們這些管理層 就是我發熱的訓練 因為我曾經試過 我曾經試過 這些細工大家不做 我都要做細工 如果大家細工 他突然不做 經理就要做細工 傳稅沒有 經理就要做 主任就要做傳稅 都要頂我們頂 我們頂著鳳先生 不會讓他停 林偉良總廚 亦都開玩笑地說 見到老闆這麼勤力 他們都不敢偷懶 而Kelvin亦都表示認同 翁山見到他們這樣 亦都開玩笑地說 以前的員工經常都說 雖然翁山的要求真是很高 但其實他對員工很大方 其實我剛才說 最懶惰的做這項 廣東年 我最懶惰的 平方士說 我們可以發展多少 主要就是 我們說一些秘密 給大家聽 當年 第一間負負責家的時間 周年紀念 我們通過周年紀錄 拜託 跟員工吃飯 接著跟管理層說 說今天 負責第一年 周年紀念 大家用心做 如果十年後 管理層 即是政府手 留名的政府經理 廚房的政府廚師 十年後 我送個金錄給你做紀念 其他員工就送一個金錄 我們這個時候的工作 就繼續到 即是到 學習到十年 十周年紀念的時候 原來 我們整個時候 只有二十幾人 開始的時候只有二十幾人 到十周年紀念 我們現在送四個金錄出去 然後送十幾個金錄出去 這個第一個 開始第一個 現在這個時間 到了二十周年紀念 這個時候 翁先生 我們有沒有金錄 金錄已經是十周年 二十周年還給我金錄 都有十幾二十人 即是二十年 最後還有這麼多元 這個是成為家人 我這個是最開心的東西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請訂閱我們 是否更加快